民眾在操傷拍下畫面當證據 男子把腳跨在椅子上 雙腿夾著男童的脖子 男童雙腳騰空 哇哇大哭 已經脹得滿臉通紅 目擊者說 旁邊的人當作沒看到 他拍了證據就去制止 男子還嗆他說 帶小孩你不懂 被夾住頭騰空的是一名 包著尿布的男童才一歲 民眾看到的畫面驚呼 太誇張了 事發在雲林一家操傷 因為男童才一歲 男子看來年紀不小 還被誤認識阿公 其實是爸爸 男童的爸爸六十七歲 媽媽二十四歲 這名男子跟前妻 還有一個已經十八歲的兒子 多年前也通報過不當管教 長子滿十八歲 並沒有和他們住在一起 村長說 他們搬來將近一年 住的是女方娘家的老房子 夫妻都沒有工作 社會處調查 他們是中低收入戶 經濟弱勢 社工連夜家庭訪查 已經將男童安置 影片跟有這些成就性的一個 差錯商讓我們有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懷疑 所以我們才會評估做選擇安置 社工評估男童遭受不安全照顧 後續會協助輔導親子教育 如果沒有改善 也不排除強制作為或申請保護令 TVS新聞張崇敏無數聽 雲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